现在毕业几年都混到一个很安稳的阶段了 这时候选择出国读研 不是给你的人生按下一个暂停键吗 其实我留学没多久就遭遇了 父母生意上的一些变故 如果真的要说辞职留学这个决定 有没有过后悔 那一段时间经理是有后悔的 九年前25岁的我放弃国内知名银行的工作 裸辞出国留学 为什么我当时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如今九年后的我后悔了吗 这些年我的生活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大家好,我是主任乔安 今年34岁,定居在美国湾区 目前从事地产行业 同时在经营着一家民宿管理公司 今天我想与你分享我的故事 我这一路如何从小县城长大的女孩 国内读大学 再到后来工作又辞职出国留学的经历 我是出生长大在海南的一个县级市 虽然说是县级市 但是我们老家在当时全国来看 也就是一个小城镇的规模吧 我的父母是做生意的 所以我从小到大他们都特别忙 我就是在一个放养的状态下长大的 但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可能我天生比较早熟 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特别能体谅 我父母养家的不容易 所以我成长过程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听话懂事的小孩 就是那个在学校的时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然后选规导取长大的这么一个女孩子 我在初高中的时候也很顺利的考上了我们县城的重点学校的重点班 但不要误会哦 我并不是学霸 我只是那个在班里非常非常努力学习 但是成绩也只能是班里中下等的一个普通学生 我最后大学本科是考上了浙江的一所普通的一本大学 我当时选修的专业是广告学市场营销的方向 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并没有考虑太多 就选择了回到离家境的地方工作 其实当时选择回海南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有一个原因现在想想还觉得挺傻的 就是因为我当时的前男友在海南工作 虽然那是一段对我来说不是那么好的感情 而且我回去没多久就分手了 但那时候年轻的我还是一个有点恋爱脑的小女生吧 我经常觉得那个时候的我是1.0的我 而我现在应该已经进化到3.0了 总之呢很幸运的是 我当时回海南没多久就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是在平安保险集团海南总部的品牌部门 我当时负责该地区的市场活动 品牌宣传和媒体公关 后来呢我又机缘脚合的跳槽到国内知名银行 海南分行的市场部 其实当时在海南这算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机会 因为在2013年的时候 海南还没有国际旅游岛的政策 当时在海口三亚 其实好的大公司并不多 那时候好的工作机会更是稀缺 所以当时在海南你要是跟身边的朋友 亲戚说在银行工作 这就是一件听起来非常光鲜又体面的事情 而且当时给的工资也挺高的 我那时候的收入甚至比我在杭州上海的同学还要高一些 所以这份工作我就一直做了挺久的 而且当时不管是我的同事还是上司人都特别好 尤其是我的上司其实当时还挺看好我的 所以其实是一份一直做下去很有发展前景的工作 我当时在海口的生活品质也不错 也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 反正在外人看来可能就是一个很不错又稳定的生活状态 但是在2015年的夏天 我一人做出辞职出国留学的决定 当时很多身边的人不能理解我这个决定 他们觉得你一个25岁的女孩子有着一份稳定的工作 不错的收入 那下一步应该是找一个合适的人结婚生子 过上传统社会定义下的稳定幸福的生活 那为什么我会在那个时候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我现在回顾起这段经历 一人觉得很不可思议 就是我作为一个从小玄规到去长大 在人生的每一步都想要打安全牌 让父母开心让父母放心的这样一个女生 那算是我第一次为自己做出的最勇敢的决定吧 因为出国留学这件事在我高中的时候 就是我人生清单里最想做的一件事情 我在前面也提到了我的成长背景 我这样一个在小市县出生长大的女孩子 成长过程父母又忙于打拼 从小到大他们是没有什么时间 可以带我去旅游啊看世界的 但是从很小的时候 我对外面的世界就充满了好奇心 尤其我高中的时候就很喜欢看一些 在国外留学旅游的电视节目和书籍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梦想 如果这辈子有机会 我也想要出国留学 静修自己 想要去认识不同国家的人 去体验不同文化的生活 去看更广阔的世界 在我高中面临考大学的时候 我有和父母试探过出国留学这个可能性 那我父母当时第一反应是觉得我疯了 就觉得不可能 主要当时他们觉得我年纪还太小 又是女生 高中毕业就出国 他们不放心 而且当时在我们县城 至少在我们身边 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 并不是一件常见的事情 那在当时我父母的认知里 就觉得这件事情简直是天方夜谭 不可能的 所以我第一次出国留学的想法就这样 无疾而终了 我人生中第二次提到留学这件事情 是在我本科要毕业之前 其实这一次是我的父亲主动提的 问我要不要考虑出国继续读研深造 那我当时的状况是因为大学 我已经离开海南去杭州读书了嘛 在我大三的时候也参加了一个 美国暑期打工游学的项目 那时候我一个人去美国待了一个暑假 三个月就在那里边打工边旅游 所以我父母就觉得我当时那个状态 出国留学的话他们是比较放心了 但是这一次呢 是我主动放弃了 主要原因是我那时候刚本科毕业 其实整个人还挺迷茫的 对于人生未来的方向也不是那么的清晰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所学的专业 真正进入到社会之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而且如果当时就让我马上去读研的话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要去读什么专业好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 我觉得并不是最好的时机吧 而且我想说读了这么多年书 终于可以开始进入社会 开始体验自己工作独立赚钱 那个时候的我好像没有什么心思 可以放在学业上 所以这一次我也就没有去成 为什么在25岁这一年我又开始重新思考出国留学这个选项呢 因为在当时的我觉得25岁是一个人生非常重要的分水岭 就要踏入二字头的最后五年了嘛 当时就在思考我真的想要继续现在的生活轨迹过一辈子吗 继续过着日复一日重复的工作生活 然后结婚生子 这一眼就能忘到头的生活 真的是我想要的吗 这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但是当时就是会有一个声音在我的脑海里问自己 如果你真的就这样过完你的一生 你真的不会后悔吗 那一刹那我就觉得好像自己被什么击中了一样 也是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我想要的不是一条直线的人生 而是更拉满的体验感 我的人生还有很多我想要做还没有做的事情 那个时候出国留学这四个字就是第一个冒入我的脑海 我就在想现在工作几年也攒了一些社会经验工作经验和存款 思想上也更成熟也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未婚无娃 我当时就觉得没有比当下更好的时机去做这一件 我一直想做还没有做的事情 所以为了让自己不后悔 我决定听从自己的内心勇敢一次 那在做最终决定之前 我肯定是要跟我的父母商量了 我父母当时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我从他们的脸色上就能看出来 他们并不是那么同意的 他们就觉得你当时本科毕业的时候不去留学 现在毕业几年都混到一个很安稳的阶段了 这时候选择出国读研不是给你的人生按下一个暂停键吗 等到毕业的时候都已经28 29了 那到时候重新再回到社会 不管是求职 尤其是找对象上 他们觉得我可能就会处于一个劣势 我父母还是有很传统的价值观 他们的观念里还是觉得女孩子是有年龄的限制 就得要在30岁之前找到稳定的工作 结婚生子 这样他们才会放心 当然了他们这一代的价值观和想法和我们不一样 我可以理解 我也明白他们作为父母一切都是为我好的一片苦心 所以我为了说服他们 最后我们商量出来一个折衷的方案 是我先辞职来美国旅居几个月 刚好给我这个热血的想法一个冷静期 让我自己想清楚留学这个想法是不是只是一时的冲动 不管是对于我自己还是对我父母负责 我也觉得先让自己去美国几个月 再最终做出一个比较成熟的决定 当时的情况如果只是辞职去旅居几个月之后 我如果改变想法了 想要再回国重新找工作 以我当时的工作经验来说也不会太难 那我的父母就同意了这个策略 他们就觉得如果真的是我自己考虑清楚了 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支持我的决定 所以在这里我真的也很感谢我有这么开明的父母 在这里呢也给有类似想法的朋友一个小建议 辞职出国留学真的不能靠一时冲动 毕竟真的要开始在国外读书 至少要花上两三年的时间 不管是时间还是经济上来说都是一件很高成本的事情 还是要在有计划和预判风险之后再去做出这个重要的人生决定 接下来就是我去提辞职了 我当时的上司人特别好也很支持我的决定 甚至在我出国之前还带上全部门给我办了建行宴 至今我都觉得这一段经验很宝贵也很感恩 很快我就开始了在旧金山的旅居生活 也就是那一段日子里我更加确定了我想要来美国读研的决心 我当时是还报了一个英语语言班认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当时我们语言班的年龄范围分布很广 从18岁的高中毕业生再到40多岁从德国伊朗来的同学都有 我那时候还去了我感兴趣的艺术大学参观考察 还在那里遇到了50多岁才开始学时尚设计的旧金山本地大姐 就真的在那段时间遇到了很多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 也看到了更多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更确定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我不想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 作为女孩子不管在哪个年龄段我们依然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所以在旅居的最后一个月我就开始了托福考试的学习 开始着手选专业选学校 在2016年的夏天我也顺利的申请到我想要读的学校和专业 我研究生读的是旧金山艺术大学的时尚营销管理专业 我当时会选择这个专业是有了很多的考量 首先我研究生想要读一个跟本科不完全一样的专业 但是我还是想要专注在市场营销的方向 那作为女孩子嘛我一直都对时尚很感兴趣很喜欢 而且在那个时候国内外的电商行业就已经很火了 我当时的计划呢就是读这个专业的话 毕业之后我可以去时尚公司或电商公司工作 如果实在找不到工作我也可以自己创业 虽然说后来故事的发展方向也没有按照我当时计划的发生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人生嘛永远充满不确定性和可能性 才让这一切变得更有趣 读研的那几年的确让我成长了很多 那个时候我们的专业是非常看重实践能力的 所以我们要做很多实践的project 比如我们要发挥自己的创意去自创品牌 找同学组团队 还要写方案做PPT 最后还要做一个15到20分钟的presentation 就是我们那时候每个学期有三四门课吧 基本上每一门至少都要有两三个这么样的一个作业 所以每一个步骤都是很考验你的沟通 英语口语团队合作 美学创意等等的能力 所以真的在那个时候不仅仅只是书本上 真的是让我从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成长 首先我可以很坚定的说没有后悔 经历了这九年 我遇见了许多我曾经想象不到的人事物 也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成为了我一直想要成为的自己 甚至是更好的自己 也不断并且依然在发现着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当年做出那个选择的我也不会想到我会有这么多的改变 当然啦人生嘛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 这里面肯定也有很多的起起落落 其实我留学没多久就遭遇了父母生意上的一些变故 当时家里的公司现金流也变得比较吃紧 如果真的要说辞职留学这个决定有没有过后悔 那一段时间我心里是有一点点后悔的 与其说后悔更多的是自责吧 我就觉得自己明明在这个年纪是可以帮助家里的时候 却还要在这个时候给父母一些额外的负担 而且我们学校是艺术大学 学费也不便宜 旧金山的生活费在全美来说也是最贵之一 那我那个时候也不好意思问父母要太多经济上的帮助 而且毕竟是我自己做的辞职留学的决定 我就觉得我有责任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一刻 我有想过说想要放弃中途回国的 我当时就觉得这是我一直就很想做的事情 而且我已经到这里了 我要想办法去解决 那我就想到了做代购去赚学费 因为在美国留学生是不可以打工的嘛 我刚好又学时尚相关 就本身一直会有一些国内的朋友啊 亲戚让我帮他们在美国挑包包 挑衣服什么的 所以我当时就想到说 那就试试看做代购吧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很幸运的吧 一开始做的时候就有很多国内的朋友啊 还有之前公司的同事们就很信任 我也很支持我 还给我介绍了很多他们的亲戚朋友 那再加上我本身就学市场营销的嘛 我当时做了很多社交媒体的推广和宣传 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生意就特别好 而且是蒸蒸日上 当时我的主线还是学业嘛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很疯狂 因为代购这边的事情全部都要我一个人来做 那我每天还要去上学写作业 我们那时候作业又很多 我每天晚上还要花好几个小时去回复微信 我也可以很骄傲的说留学这几年的学费 大部分都是我代购的收入去cover的 所以我现在回头去看那些人生好像很难 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那些在当下看来好像很苦的瞬间 也正是因为这些低潮期给我带来了加速的成长 我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勇敢面对这些挑战之后看到了自己的进步 也正是这个过程中持续给我带来的正反馈 让我之后面对生活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我也能更自信从容的去面对 也让我更有勇气一次又一次跳出舒适圈 去发掘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那对于我现在的生活呢 我的总结就是非常的满意和开心 我找到并且过上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梦想的生活 我现在每天充满热情呢 在做着我喜欢的工作 并且在经营着我自己的小business 那感情部分呢 也找到了懂我爱我的life partner 所以对于现在的生活 我是充满了感恩 谢谢大家花时间去倾听我这一路成长的小故事 最后我想要对你们说的是 在我们成长过程中 尤其是女生可能会受到社会的各种限制和框架 但是只要你尊崇你自己的内心 掌握你自己人生的主动权 无论你想要什么时候追逐梦想 只要把内心的渴望变成行动 不管什么时候开始都不会太晚 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很确定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生 只有勇敢去尝试去探索 你才会发现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才会找到并且过上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